了解村上是生活方式 了解村上的人生哲学 不妨从了解他跑步的12条哲学开始 这也是村上人生中的12个关键词 一 坚持的哲学 萨摩赛特盲目写道 任何一把剃刀都自有其哲学 大约是说 无论何等微不足道的举动 只要日日坚持 从中总会产生出某些类似观念的东西来 我也忠心地想对盲目的观点表示赞同 所以作为一个写作人 亦或作为一个长跑者 就跑不来写些个人的点点滴滴的文字 还公开出版的形式发表出来 也算不得太过理应叛道 二 输赢的哲学 一开始我就打过招呼 说我不是好胜艳熟的性格 书本是难以避免的 谁都不可能长胜不败 在人生这条高速公布上 不能一直在超车道上驱车前行 然而不愿重复相同的失败又是另一回事 从一次失败中汲取教训 在下一次机会中应用 尚有能力坚持这种生活方式时 我会这样做 三 独处的哲学 希望一人独处的念头始终不变得存于心中 所以一天跑一个小时 来确保只属于自己的沉默的时间 对我的精神健康来说 成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功课 至少在跑步时不需要和任何人交谈 不必听任何人说话 只需跳蚌周围的风光 凝视自己便可 这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宝贵时刻 四 自由的哲学 请允许我说一点私事 觉得今天不想跑步的时候 我经常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 以大体作为一个小说家在生活 可以在喜欢的时间一个人待在家里工作 既不需早起晚归挤在满源电车里受罪 也不需出席无聊的会议 这不是很幸运的事吗 与之相比不就是在附近跑上一个小时吗 有什么大不了的 于是脑海里浮现出满源电车和会议的光景 再度鼓舞启示器 我就能重新系好慢跑鞋的鞋带 较为顺利的跑江出去 是啊 连这么一丁点事也不肯做 可要遭天法呀 话虽然这么说 其实心中有数 甚多的人 认为雨晴每天跑一个小时 还不如乘着拥挤不堪的电车去开会 无 初心的哲学 下次参加全程马拉松 我要回归初心 从零出发 发奋努力 周密的训练 重新发掘自己的体力 将每一颗螺丝都仔细拧紧 看看究竟能跑出什么样的结果来 这就是拖曳着静丸的脚步 蹒跚在寒风中 被许多人超过时 我心中想的事情 六 磨练的哲学 当受到某人无缘无故 至少我看来是如此的非难时 以或觉得能得到某人的接受 却未必如此时 我总是比平日跑得更远一些 跑长于平日的距离 让肉体更多的消耗一些 好重新认识自己 乃是能力有限的软弱 人类从最深处 物理性的认识 并且跑得距离长于平日 便是强化了自己的肉体 哪怕是一点点 发怒的话 就将那份怒气冲着自己发好了 感到懊恼的话 就用那份懊恼来磨练自己好了 我便是如此思考的 能够默默吞咽下去的东西 就一心不胜地吞咽进体内 在小说这一容器中 尽力改变其姿态形状 将它作为故事的一部分释放出去 七 享受的哲学 想就河流做一番思考 还想就云朵做一番思考 然而心中却是空空 我在自制的小巧玲珑的空白之中 在令人怀念的沉默之中 一味地跑个不休 这是相当快意的事情 那还能管别人如何言说 说起坚持跑步 总有人向我表示钦佩 你真是一只超人啊 说老实话 我觉得跑步这东西 和意志没多大关联 能坚持跑步 恐怕还是因为这项运动 合乎我的要求 不需要伙伴或对手 也不需要特别的器械和场所 人生本来如此 喜欢的是自然可以坚持 不喜欢的怎么也长久不老 吧 打磨的哲学 每日跑步对我来说 好比生命线 不能说忙就抛开不管 或者停下不跑了 忙就中断跑步的话 我一辈子都无法跑步 坚持跑步的理由 不过一丝半点 中断跑步的理由 却足够装满一辆大型载重卡车 我们只能将那一丝半点的理由 一个个慎之又慎的不断打磨 见缝插针 得空而就孜孜不倦的打磨他们 九 超越的哲学 跑步对我来说 不独是有益的体育锻炼 还是有效的隐喻 我每日一面跑步 或者说一面积累参赛经验 一面将目标的横杆 一点点的提高 通过超越这高度来提高自己 至少是励志提高自己 并为之日日付出努力 我固然不是了不起的跑步者 而是处于极为平凡的 无宁说是返庸的水准 然而这个问题根本不重要 我超越了昨天的自己 哪怕只是那么一丁点 才更为重要 在长跑中 如果说有什么必须战胜的对手 那就是过去的自己 实 完美的哲学 世上时时有人嘲笑 每日坚持跑步的人 难道就那么盼望长命百岁 我却以为 因为悉剧长命百岁 而跑步的人 大概不太多 怀着不能长命百岁不达尽 至少想在有生之年 过得完美这种心情跑步的人 只怕多得多 同样是十年 与其稀里糊涂地活过 目的明确 生气勃勃地活 当然令人远远满意 跑步无疑大有魅力 在个人的局限性中 可以让自己有效地燃烧 哪怕是一丁点 这便是跑步仪式的本质 也是活着在我来说 还有写作仪式的隐喻 这样的意见 恐怕会有很多跑者予以赞同 十一 灵肉和谐的哲学 所谓艺术行为 从其最初的缘起 就内涵不健康的 反社会的要素 我主动承认这一点 为其如此 作家艺术家之中 才会有不少人 从实际生活的层面开始颓废 亦祸产裹着反社会的外衣 这完全可以理解 这样一种姿态 我绝不会予以否定 然而我以为 如若希望将写小说 作为一种职业持之以恒 我们必须打造出一个 能与这种危险 某些时候还是致命的毒所对抗的免疫体系 如此才能正确而高效地对抗毒性较强的毒所 换言之 才能建构较为宏理故事 打造这种自我免疫体系 并将其长期维持下去 必须拥有超乎寻常的能量 还需想方设法谋取这种能量 但除去我们的基础体力以外 何处能获取这种能量 十二 小确性哲学 也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事 在东京每天早晨健身跑时 常常与一位美丽的年轻女子交臂而过 一连几年如此 自然而然的就熟识了 相遇时便互相微笑致意 然而因为腼腆 始终不曾交谈过 连对方的名字也一无所知 不过每天早上和她相遇 却是当时的我小小的喜悦之一 连这么一点小小的喜悦都没有 要每天坚持跑下来 可不容易